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众来观战一把皮皮虾的绝活棒棒 对面这边是S1的牛仔,酸酸,这应该也是一个445的粉丝 事到这种人的话,其实对于穷人来讲还不错,修的慢了一点 如果说先知不找到呢,其实修的也不会特别慢 但是大概率会通过自己的这个脆火来传送找先知 先知所属的一个位置也不错,是个大方 相对来说这个刷点的话对于穷人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了 皮皮虾上来的话应该是稍微的干扰一下,丢队炸弹 然后排一下点,消耗一下穷者的道具,然后该传的时候还得传 拥兵这里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打一下 打一下呢可能脆火就没有了,主要还是逼道具 因为他如果说把拥兵的护币逼完以后呢 待会他第一波防守或者第二波防守 只要佣兵来救他就可以提前顶出去,去顶到这边的一个佣兵 我们看一下先知这边是已经拉开了,等你传送了 这里职业选手啊,确实基本上这种纪律性都是好的 不会给到你太多的机会,所以PPR这边看了一下 应该是脆火看到先知的一个位置了,本身就是一个大方 先知不太好抓,再加上这边对吧 佣兵我这边还在逼,那要不然就逼一逼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陈仔他这边的一个走位非常好 到现在只用了一个护币来拉扯你的这个炸弹 PPR随时在看,主要就看这边大方的电机什么时候在动 你一动我就过来传 板子在破 我觉得这时候如果说马克克再 对吧,纪律性好一点,换一台电机修 这可能就让这个PPR这边,哎,还是来了 最终虾哥这边还是看到电机的一个抖动状态直接过来了 如果说马克克对吧,这时候换一台电机 我觉得虾哥这时候就不知所措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剩下的几个人你戳船也人,不可能吧 打牛仔,这牛仔对吧,小皮鞭跟你,你又没闪现 你小皮鞭跟你来拉距离,头疼的一匹 这局,开局对于虾哥来讲就是一个比较难打的一个局 因为先知所处的一个位置不太好 然后呢,这边求生者确实打得也好 完全不给机会的 落地一刀,能打中还行 炸弹两连锋 斜角,补上,没炸到 再补,一刀打没办法 那需要两连炸弹加一颗遥控雷收 或者再补一刀 再补一刀可能有点难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两连的一个炸弹能不能补上 虾哥,这里好像没有想要丢炸弹的一个意思 那证明这个点的话,确实炸弹难丢 从外面追进来呢 他是有一个斜角往上的炸弹是可以炸到的 但是从里面追出去的话 可能他觉得一阶的炸弹距离不够远 风不太住,这边斜角 没连上 没连上,这个炸弹再补 马克这边也 这个局等于说是求生者完美带来应对帮帮的 完美应对帮帮的,这先知牵制的时间也够了 因为外面剩两台电机 对吧,甚至野人这边拖完以后可以第一波救人 只要野人的猪,顶一手,站一下打一刀 开二阶 只剩最后一台电机了 只剩最后一台电机了 关键这把就开局的时候承载 大家知道没有 承载他这边的这个户币只交了一个 就纯靠两条腿来牵制的 这傭兵太恐怖了 帮帮本来就想的是我消耗一下 把你的那个道具消耗完 结果这承载只用了一个户币的代价 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理论上面来讲这局帮帮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因为穷者现在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把先知摸好 然后外面重启来电机 两台电机联修 帮帮是守不住的 一旦打到一个私人开门战的话 帮帮这里天赋上面不让我们带挽留 因为他带的是一个传送 有可能有挽留 但是虾哥带挽留的一个可能性不高 他好像不是那么喜欢带挽留 来镜头给他承载 就不交护币的这个人 我自己操作够好 对炸弹的一个具体把控够好 我就不交护币 我护币留着开门战 抽一打 48的电机 野人那边已经60了 虾哥这边根本没有办法去传送 打的确实蛮难的 这个局从开局来讲就蛮难的 完全没有抓到机会 电机直接点亮 没有挽留 这局甚至要打一个四跑 绝活帮帮 大家要知道这是绝活帮帮 面对求生者 在本身刷点有优势的情况下的一个四人拉扯 每个人都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吧 每个人都有所表现 堪称完美的应对帮帮的 好 门开 野人 先走 就先知 先知一刀没 鸟顶上了 马克这边还吸出了一只鸟 好 想要帮忙扛刀 炸弹封口 好 一刀把它留下 牛仔说不定有个薄命 没有 没有薄命的话 这里把人赶走 佣兵不太好救 野人赶走以后挂上佣兵 应该是一个 也不好说 他们如果真要追一个四也行 牛仔把佣兵摸满了以后来追 传送过去打 这里 把牛仔赶掉 佣兵两个护臂跳过去 撕跑了 这里就是堵一个佣兵 已经贴到这边的门 结果没想到佣兵没贴到 佣兵好像还想跳个地窖 直接投降 没办法 绝活邦邦 也没办法 这个局求生者打太好了 可以作为一场教材来看一下 就是求生者在面对邦邦的时候的这些细节